欢迎收看东京走着桥,我是维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来简介东京的各个区域 介绍他们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荐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绍的区域是代官山 代官山是位在富都新色谷旁边的时尚区域 因为有不少外国驻日大使馆以及外资企业设立于此 连带吸引了许多外国人移居在此工作 也因为在色谷旁却有闹钟取静的特质 再加上各种时装店、咖啡厅、甜点等等 成为东京的高级住宅区 代官山位在东京的色谷区 唯一行经的铁路只有东级东横县的代官山站 但走路就可以抵达色谷、惠比寿、中木黑等知名区域 所以交通上还是蛮方便的 代官山T-Site是由鸟屋书店所经营的 包含书店在内的复合式商业设施 对台湾人来说应该很好理解 这是成品书店啦 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自己查查资料 我就单纯介绍观光 近年来被誉为全球最美书店的鸟屋书店 当然是以其时尚的建筑设计为名 整个区域除了鸟屋书店之外也有咖啡厅、展演空间、宠物用品、餐厅等等 再加上综合了绿色植物的空间设计 很适合来这边慵懒休闲地度过一个下午 这边有一家餐厅IV PLACE 装潢很棒 室内室外的座位都很有气氛 餐点也好吃 个人比较推荐早餐或者下午茶 因为可以趁白天的时候欣赏这里的景色 餐点则有松饼、班尼迪克蛋等等的类型 晚餐的话则是有披萨、海餐等等的料理 在T-Site这边 偶尔会有期间限定的店家 像我们就遇过卖夏日风格的冰沙小摊 加入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首页 在订阅的左边有一个加入的按摩 在加入之后就会跳出订阅的方案及说明 依照程序填入资料就可以加入会员啦 距离T-Site走路约8分钟的距离 有一个叫做Lock Road的小区 建造在过去的东极东横县铁路上 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这里虽然范围不大 但因为店家都是木屋的风格 加上狭长的步道跟两旁的植物以及座位区 也是个感觉很悠哉的地方 彻底展现了代官山这个地方的风格 这里的店家有Spring Valley Brewery Tokyo 前身是1870年 东京首家啤酒酿造所 现在则是麒麟啤酒旗下的店家 除了是精酿啤酒厂之外 也有提供现场饮用啤酒以及餐点的餐厅区域 另外在短短的步道区 也有两个木屋店家 虽然换过品牌 但目前是贩卖鞋子的店家以及咖啡厅 代官山是东京的潮流区域之一 有不少的服饰以及饰品的店家 分散在区域内的各个不同地方 但虽然说分散 也会有一个一个小型店家集合的区域 某些区域没有特别名称 请参考文字、资讯栏的Google Maps连结 这边是Cube 代官山 Saru Gaku Saru Gaku 或者是这家代官山Address的小型购物中心 以及周遭巷子里的各种时尚小店 代官山是个小小的高级住宅区 但对于喜欢潮流时尚的人来说 安排一个下午的时间 来这里逛逛街、喝杯咖啡 我觉得是个很惬意的行程 最后推荐代官山的几家餐厅给大家 我们下部影片见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9分钟 5分钟 2分钟 1分钟 1分钟 4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